字幕提供 各位同学 我們今天會派上次的考試卷 聽到叫名字就出來取卷 瑩瑩 考得不錯 繼續努力 Yes! 88分 浩文 這次有進步 不過你應該可以做得更加好的 繼續用心 合格了 這次不用給媽媽扭了 Yes! 88分 媽媽不用給媽媽扭了 好 彭大堅 不用灰心的 繼續努力 天主聖神保佑我 天主聖神保佑我 求求你 我要合格 有進步了新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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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分 合格 合格 好 你就好 有新手機 不是 你不是61分 你只有19分 蛤? 為甚麼要這樣 各位同學 下一次的成績 就是反映了你們在這個學期 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 不過要記住 成績好的 千萬不要驕傲 要繼續上進 成績差的話 都不需要氣餒 因為低分 正正是對你們的一個提醒 提醒你們 下次要更加努力 要記住 人生中最大的滿足感 就是來自於自己的進步 所以要繼續努力 下課了 各位同學再見 請老師再見 請老師再見 巴契和巴契 巴契和巴契 其實考試之後 除了要好好肯定自己的付出和努力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 我們懂得檢視整個考試過程 例如 我們有沒有好好地分配好溫習的時間 還有有沒有用心機去溫習呢? 至於今次考試成績 不是那麼好的同學 千萬不要氣餒和呼吸 因為考試成績不理想 並不是代表你們是一無是處的 就好像在天主的眼中 我們每個人都是獨特 和有很多不同的才能 我知道接下來 學校校長都會大家安排了很多不同的活動 很想大家到時可以好好享受 和嘗試發掘多些自己不同的優點 今次只不過是我們今個學年的第一次考試 希望同學都能好好調整自己的心情 和修訂自己的學習目標 我們一齊為下一次的考試 作出最好的準備 和達至愉快學習的目標